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1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 我是Jennifer 根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12月16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一份决议草案 建议取消对朝鲜出口雕像海鲜和纺织品的禁令 草案还呼吁取消对在国外工作的朝鲜人的禁令 并终止2017年要求所有朝鲜工人在下周被遣返的要求 该草案还提议将韩朝之间的铁路和公路合作项目免受联合国制裁 目前尚不清楚何时或是否可以在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安全理事会中 对该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但一项决议需要酒票赞成 美国 法国 英国 俄罗斯 中国中没有否决权才能通过 美国 英国和法国都坚持认为 在朝鲜放弃其核弹道导弹计划之前 不应取消对联合国的制裁 自2006年以来 平壤一直由于核弹道导弹计划受到联合国制裁 由于平壤与华盛顿之间的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 国际上越来越担心朝鲜可以恢复核试验或远程导弹试验 自2018年6月以来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已经举行了三届会议 但在达成协议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金正恩给予川普直到2019年年底前表态的期限 然而朝鲜的联合国特使本月宣布 无核化已经不再讨论之列 俄罗斯和中国长期以来一时以为 在金正恩于2018年承诺致力于无核化之后 安理会因奖励平壤 在联合国近日在北朝鲜举行的一次安理会会议上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表示 应该对制裁进行调整 以避免局势的急剧逆转 而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内本齐亚则表示 没有回报的话不可能达成共识 俄罗斯和中国向安全理事会分发的 决一草案提议终止某些制裁 目的是改善平民的生活 草案还欢迎美朝之间继续进行各级对话 以建立新的美朝关系 在互信共同努力下 在朝鲜半岛以分阶段同步的方式 建立持久稳定和平 周一16日 川普总统也表态称 如果朝鲜正在酝酿某些事情 他将感到失望 美国将密切关注亚洲国家的活动 川普说 如果有事情在进行中 我会感到失望 如果是的话 我们会处理好它 我们正在密切关注 最近几周 紧张局势一直在加剧 令人担忧的是 两国可能会重返去年 开始外交之前的冲突状况 美国驻朝鲜特使斯蒂芬·比根 12月15日抵达首尔 当时有猜测称 他可能试图通过与朝鲜接触 来挽救谈判 朝鲜誓言 如果华盛顿在年底之前 未能软化立场 将采取新道路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追击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